大家好,我是Jason 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回到我们LBS课程学习当中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 我们通过学习对Map Freeman的使用 以及在代码当中的实现 有了一个比较初步的了解 那么后面呢我们通过代码 编写来对一个Map Freeman的一个作用 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探讨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 我们通过对Map Freeman的学习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 我们通过学习对Map Freeman的使用 上一节课里面呢 我们通过学习对Map Freeman的作用 以及在代码当中的实现 有了一个比较初步的了解 后面我们还通过代码 对它进一步做了一个实现 那么我们这节课里面呢 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呢 就是将我们上一节课的代码 在我们的手机上面 完整的展示出来 那么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呢 我们首先需要对我们的代码 做一个小小的优化和调整 那么主要是将我们的代码 将它的调理性理得更加清楚一些 结合一个aptip的生命周期 那么这样子会使我们代码 看起来更加往上 OK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对我们的代码 进行优化调整 OK打开了Eclipse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要添加 我们的aptip的生命周期 一些方法 OK 那么这当中包括 on destroy on pass on result on start on stop OK添加了这些生命周期的方法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on resum事件这个地方呢 我们对我们的地图 做一个 将我们代码做一个优化 OK OK 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初始化 OK 正面和生命周期的方法 我们平行周期的 pussy 在这个方法当中呢 我们判断我们的Map是否已经给正常的声明了 OK 当然了我们这个地方如果判断 如果这个Map还没被声明的话 那么我们将从上面这个地方将这段代码搬过来 OK 同时呢 设置它仓数 设置它仓数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编译将我们的 我们的demo 编译到真机上面去 OK我们接下来将代码放到手机上面去运行一下 接下来我们将代码放到手机上面去运行一下 OK OK 这一个地方为了演示方便呢 我这个地方使用了360手机助手 通过手机助手 我们来查看一下我们手机上面的屏幕 OK OK通过了USB连接线连接上我们的手机之后呢 我们在360的软件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界面 大家看到这个手机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刚刚编译出来的这个demo 这个界面 OK OK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移动 好 移动到中国去的地图之后 好 我们再进行刷新 好 我们在地图上面相应的做操作 好 我们把我们的位置放大到广东省的深圳市 好 再刷新一下 看一下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 有跟大家演示的一个重点 那么也就是结合我们上一节课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结果 学习的一个内容 那么将我们的地图已经完整的展示了出来 在我们手机上面显示了出来 那么在这当中呢 有几个地方需要跟大家 先需要跟大家讲一下 讲解一下 那么 那么 那么在这当中呢 有几个地方需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 使用我们 谷歌 使用我们谷歌地图的手机呢 必须要安装 安装有 谷歌 服务 谷歌 就是Google services google services 谷歌 那么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 谷歌 play 的一个包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代码 我们的代码当中 大家看到上面有这样子一个包 其实就是一个Android的一个项目文件 那么这个项目其实代表的是Google Play Services 像这个项目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 因为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炸包 那么我们在使用谷歌服务 在使用谷歌地图 在使用谷歌服务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必须要求我们的手机 要安装有这样子一个谷歌服务 要不然是无法使用的 无法显示到我们这个地图 在安装过程当中 就已经会直接报错了 OK 那么第二点呢 第二点 是 Google API Key Google API Key 那么这个是必须的 那么第三点 第三点呢 在我们的谷歌 安装了 在我们手机上面安装了谷歌服务之后呢 通常有些时候呢 我们手机还是无法显示出地图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同时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 有一些谷歌服务 在我们的这个安卓 操作系统当中 已经给简化掉了 已经给进减掉了 那么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必须呢 去安装 去安装相应的一些谷歌的一些账包 比如说 比如说 是一个 Google Maps 这样子一个账包 那么在安装这个账包的同时呢 我们还要求我们这台手机 是已经获得root权限 那么获得到那个最高权限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对这个 啊 抓包进行安装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必须啊 再集成它一个 网 关于网络定位的一个 安装包 那么这些都是在系统的一个 根目录下面进行操作的 必须我们在实 在操作之前呢 必须获得啊 这台手机的root权限 那么 当然了 在我们国内 在中国国内有余啊 一个政策的一个限制 我们使用其谷歌地图 是非常的不方便的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会考虑一些国产的地图 比如 百度 百度地图 或者呢 是腾讯地图 再次 再次呢就是搜谷地图 等等等等 之类的 那么 呃 一些困难 那么 这些困难呢 呃 希望 不要成为大家 呃 那么这些困难呢 希望不要成为大家 退缩的一个理由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问题呢 呃 已经呃 前面已经有很多人遇到过 那么大家只需要动动手 呃 在百度 或者 或者谷歌浏览器当中 啊 在百度当中 输入关键字 进行搜索 那么很容易就能得到答案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哦 我就提供了 啊 这样子 一个谷歌服务套件给大家 啊 到时候如果有哪位朋友 啊 在使用过程当中 发现自己的手机 啊 没有这个谷歌服务 或者呢 也安装我们这个 谷歌地图呢 就 安装我们这个谷歌地图 我们的 谷歌Demo呢 啊 安装我们的谷歌地图 就 报错 那么 啊 OK 我们这节课就学习到这里 下一节课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